男人在生气的时候还能有这三个表现,就是真的爱你 真心爱一个人都是希望能够把最好的都给对方 有时候恨得牙痒痒,还舍不得伤害你 男人真心爱你会懂得退让 会在他生气难过的时候也舍不得去骂你吼你 两个人相处总会有些小矛盾 如果男人在他生气的时候还能有这三个表现,就是真的爱你了 1.在生气的时候还不忘提醒你吃东西 一个男人在跟你有过争吵之后还能去提醒你吃东西 还会担心你的身体,不忘关心你 这样的男人一定很爱你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自己有情绪的时候 一般都是不愿搭理对方的,会厌烦你 但是如果他能在吵架的时候还能保持爱的理智 对你多点关心,不说伤害你的话 这样的男人就是真的把你当做最爱的人了 对于不爱的人来说,压根就不会去关注你,在意你的情绪 2.在生气的时候还想着怎么做才能让你开心 男人生气一般都比较认真 如果他在生气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怎么做才能让你开心 这样的男人才是真心爱你 因为只有爱你的男人才会舍不得你受委屈 才害怕你伤心难过 会想要做点什么让你开心 而不爱你的人也不会在意你 在生气的时候只会是对你冷漠,爱离不离 根本就做不到还对你丧心,还想办法去哄你 所以遇到这样子对待你的男人,就应该好好把握 3.在生气的时候还不忘把你安全送回家 通常男人生气一般都比较自私 不会过多的去在意你的感受 有的更会一气之下直接走开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能够在生气的时候克制自己的情绪 然后陪在你身边,还把你安全送回家 首先想到的是你的安全 这样的男人才是真的爱你 男人能在生气的时候做到这点,就已经是最大的爱了 女人也要适合儿子,不要错过一个真心爱你的人 很多时候两个人在一起是会遇到矛盾 一个男人愿意迁就你,包容你 并不是因为怕你,而是因为爱你 所以当男人在生气的时候,还能有这三个表现 就是真的很爱你了,女人要懂得真心 女人在生气的时候,还能有这一种感受的